近日,德国海外商会对在华德企进行了调查,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,生产能力虽然已经在逐渐恢复,但想要回到新冠危机之前的状况,可能要等到明年。产品的需求量和销售量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根据德国海外商会的报告,超过一半的受访公司表示,预计2020年的销售额将出现两位数以上的下降。新冠防疫措施,包括入境限制等,对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,同时也加剧了既有的包括融资,互联网的使用等问题。 不少公司也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状况表示担忧,如果经济体之间脱钩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德国在华企业家表示,如果能够和欧盟达成一定的贸易协议,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信心。 德国海外商会还表示,中国也应当进一步开放市场,以及允许跨境数据流通等。 我更多关系了关系的事情,正现在。 尤其是关系美的关系,正在美丽国和中国关系。 凤凰卫视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